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BIKING機車資訊網 我是小三 不知不覺 過往的New VZR問世 至今也已經八九個月了 雖然當時我們有做 新聞發表會的影片 同時有做了一個比較簡短的購車指南 我們家的購車指南就是 快速的去介紹這台車的重點 然後每個月初 會把它的銷售資訊 給放在影片的說明欄底下 讓大家買車的時候可以參考一下 這台車現在是多少錢 有什麼促銷跟分歧的方案 只是前幾天我在整體資料的時候發現 我們好像還沒有把它借出來 做一個完整的試駕體驗 所以今天我們就透過 一新聞的方式來跟大家聊一聊 到底這次新款New VZR還有哪些特色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造型 向來都是以鋼砲風格 著稱的VZR 它最著名的就是它的運動感 這次在改款之後 它加入了比較多科技面的元素 最大差別就在於 它的頭部一樣了 過往它的大燈都是放在龍頭上 但這次它把它往下移 然後上方變成了鋒刃型的LED定位燈 跟小型化的LED方向燈 設置在鞋板上的頭燈組 它是使用LED的頭射燈 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採用雙邊自放的方式 過去光陽車系如果採用這種 在鞋板上有兩個大型的燈具的話 通常都是它的方向燈 所以讓它看起來造型上比較有變化之外 也可以讓它的方向燈獲得更好的辨識效果 這一次它突破了兩邊變成頭燈 這個是很大的不同 另外它也透過了豐富的線條 和有人有腳的車殼 以及下方這種尖銳 帶有空力套件式的裝飾件 來讓它的視覺效果 呈現出更大的轉變 所以它的整個眼神臉譜 看起來截然不同的 不過 當我們今天來到側面之後 你會發現 我們熟悉的VCR又回來了 一樣是很集中民縮的車體 但是這次在側面部分 它也加入了兩個新元素 讓它看起來更有特色 首先第一個就是 這個立體 帶有曲面的車殼 它做了一個巧思設計 就是它把車殼側面 跟它的後扶手結合在一起了 所以第一 它會看起來比較簡潔 搭配這種上揚的走線 你會覺得 它看起來是很俐落的 再來就是 當你今天把扶手設置在這邊 實際抓握感受也好的時候 那它就有顧到功能性了 而且它也不需要 額外再加裝 往上的扶手 看起來是更簡潔的 這個部分我很喜歡 另一個特色就是 我們從後面來看 它的尾燈組 是比較集中化的設計 而且帶有一點 被車殼包覆於其中 鑲嵌式的概念 然後它的造型 也做得比較短俏上揚 所以整體車型來看 VCR雖然頭部造型 我們說的眼神連輔都不一樣了 但是它的整個風格 還是比較偏向鋼炮型式的 這個車很俐落 我覺得很好看 OK 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它的配備 首先 頭部部分我們剛好說了 它改變了 這次新加入LED定位燈 跟小型方向燈的組合 是好看的 只是有些人會擔心說 這個方向燈變得這麼小 辨識效果會不會變差 但實際我們在用的時候會發現 它還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的 比較大的改變在於 啟動之後你聽這個聲音 它變成了BB聲 過去我們使用方向燈的時候 它的風明器 警示通常都是大大聲 這個地方 雖然不會影響到你的實際使用效果 但我剛拿到這台車的時候 真的花了一點時間才去習慣 這個聲音不太一樣 下方這個造型很特別的頭燈組 使用的是LED的頭射燈 用這樣的方式 讓它在夜間 也可以有很好的照明表現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的 是它的儀表 這一次它所使用的呢 是一個高反差的LCD單色 長方形儀表 那這組儀表 如果你單看 你會覺得它好像有點陽春 因為它所提供的就是 轉速、時速、時間、理程式的資訊 那並不像現在 同級之後 或說一線主力機種 他們會使用的那種彩色儀表 可是啊 我覺得今天天氣非常適合展現它的特色 因為我們靠過來看 現在太陽很大 但我們在沒有特別setting的情況之下 你看到 它的數字是顯示的很清楚的 那這個 對於我們實際使用的時候 你今天在山路上、在市區 你要看一下你的時速表 或你想說 誒!不知道還夠不夠 你一眼就可以看到你要的資訊 所以它看起來或許沒有那麼的虛花 但是它的實用性是好的 OK 那再往下我們來看到龍頭下方 我們把油箱打開 它是一個彈出色的油箱蓋 它的油箱容量是5.5公升 那中央有一個置物掛鉤 它是做可收者的設計 要用的時候打開 不用的時候就可以把它收起來 重點是它有一個完整的防跳脫機構 這樣我們在吊掛物品的時候 就可以固定的更牢靠了 那右邊 這邊有一個深度表現不錯的 杯型置物空間 你要放飲料杯 寶特瓶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上方在中控所旁邊 它有一個USB的充電布 它是5V2A的規格 那除了基本的供電跟防水功能之外 它也有低電壓的偵測 當它偵測到車子電瓶電壓比較低的時候 它就會停止供電了 用這樣的方式來確保我們車子健康 那至於乙電下的車廂空間 因為VCR它本來是屬於比較小型化的車款 所以我們本來就不預期 它會有一個很大的車廂空間 那以原廠所提供的數字來看 它車廂容量是20.6公升不大 那實際測試的話 放進1頂3分4的安全帽 算是剛剛好 然後我們再往裡面看你會發現 它的底部有因應引擎的零配件 做出凸起的造型 所以你真的要放比較大的帽子 或是說要放多一點東西的話 它並不是那麼好用 它提供的就是基本的使用線而已 那最後 尾燈的燈具部分呢 包含了橫式的尾燈 直立式的煞車燈 還有兩旁小型化的方向燈 都是使用LED燈具 但是重點在於 這一次光陽為了增加它的安全性 所以特別加入了緊急煞車提示功能 就是當你行駛到一定速度之後 車輛真的到你現在在極減速狀態之下呢 它就會主動幫你開啟雙紅燈 市井後面的車輛前方可能有狀況 正在緊急煞車避免追撞的可能性 那這個部分其實過去在一些大型的東西上 我們也有看過 它是很實用的 因為當你今天真的在緊急煞車的時候 你不可能還撥出一隻手去開啟它的雙黃燈 跟後面的車說 欸欸欸慢下來 不用它會自動幫你開啟 那結束 你完成煞車動作之後呢 它也會自動幫你關閉 這個是很貼心也很安全的功能 我覺得很好 只是 在當我了解這個功能之後呢 我發現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雖然它有緊急煞車的時候 會幫你開啟雙黃燈的功能 但是它並沒有設計雙黃燈的開關 也就是說 當我今天停在路邊 我想要開啟雙黃燈的時候 它是沒有這個功能的 這有點奇怪 我覺得未來在改款的時候 應該把它加進來 因為你本來雙黃燈就設定它會亮了嘛 那你多一個開關給我 有時候 路邊停車 這應該是會比較方便的 這功能可以想想看 那接下來呢 就是它的性能配備了 New VJR呢 它的懸吊是採用31mm的震力式前叉 搭配雙槍後避震器的配置 那自動則是以前單向雙活塞卡前 搭配180mm碟盤 和後單活塞卡前 搭配180mm碟盤的前後雙碟設計 用這樣的方式呢 來提供所需要的自動力 那如果你選擇的是TCS的版本 前後還配備有ABS防鎖時煞車系統 那說到TCS 這一次光陽呢 它提供有兩個版本 如果你選擇是比較高階的TCS版 那它就是同時配備有 TCS和ABS防鎖時煞車功能 那如果你選擇是標準版 那就沒有TCS也沒有ABS 那輪胎尺寸部分 前輪是9090mm 後輪是180mm 前後都是使用10寸的6爪式鋁合金輪框 車體的乾燥重量呢 是106公斤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跨座上車 NUV這樣做高 是750mm 相當的低 所以以我176公分的身高 坐上來以後 我的雙腳可以完全平放貼地 膝蓋這邊還可以呈現自然的彎曲 我想這個對於大多數體型的騎士來說 這台車都是好上手好駕馭的 那乘坐感受部分 首先我們先把腳放上來 我們可以看到 雖然它車型不大 但是正常在騎乘的時候 我膝蓋這邊還是會有一些額外的空間 所以它並不會讓我覺得很壓迫 那至於一點感受部分呢 就比較微妙了 如果你單看它的泡棉 它是扎實 甚至可以說是偏硬的 但是在我這兩天的騎乘過程中 以及目前這樣子坐上來 身體放鬆又去感覺 這種扎實的泡棉反而讓我覺得是舒服的 這個部分我覺得它做得好 而且雖然我的屁股很大 但是你可以看到 它剛剛好完全承載了我的屁股 所以騎起來我覺得 以單人騎乘以騎士本身來說 它是舒服的 但正因為它的前面坐得夠大 它就會壓縮到後半部 乘坐空間的表現了 所以如果你常有雙代需求 又或者你們兩個人體型都比較壯碩 這個在買車之前呢 可以先去實際的試坐看看 體驗一下確認它符不符合你的需求 OK 接下來要分享的就是動態表現的部分了 這次我們所介紹的光陽New VJR呢 它所採用的是氣冷式形成單缸 SOHC4V的引擎 實際排氣量是121.4cc 最大馬力10.8p 官方公布的0-100公尺加速成績是8.51秒 使用的是CVT傳動 符合台灣七期環保法規 根據官方所提供的數據 New VJR1公升汽油可以跑42.2公里 是屬於台灣能源效率4級的車款 實際騎乘上路 New VJR的低中速反應 是輕快而且有力的 這一點向來是VJR家族的一大特色 不過說到VJR系列我必須要說 跟過往的系列做相比 New VJR的出力在體感上 就變得比較溫馴了一點 它的起步跟同級車相比還是快 但就是少了一點 澎湃洶湧的氣勢 這部分我認為 跟現在越來越嚴苛的七期環保法規 是有直接關聯的 因為其實過去我們講到 不管VJR車系也好 講到官陽車系也好 最大的特點是什麼 就是奶超合同拼等於 在動力部分 官陽向來是有絕對優勢的 可是你現在可以看到 包含了鋼炮型的VJR 包含了其他車款 其實在動力部分 都多少有被削弱 那這個 它也不是單純說 你動力做不出的出來而已 而是要在動力、排污、節能、省油 各方面都達到一個均衡 這部分我覺得官陽目前 還沒有找到一個最適方案 因為沒有錯 它的動力相較於其他車款來說 我覺得還是有利的 而且整體的加速 從起步到尾速來講 都很順暢 但是既然是鋼炮型的車款 把動力做強化一點 一定才可以放大它的優勢 增加它的魅力 所以我覺得 未來如果在改款的時候 可以再針對動力上去做一點調整 應該會讓VJR更受歡迎 好 剛剛我們說到鋼炮型車款 鋼炮型車款的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它的操控要好 這個特點它是有保留下來的 採用10吋輪框設計的New VJR 它具備有靈活輕盈的駕駛手感 這個在四驅騎乘是很好用的 因為你可以更輕鬆的去改變車輛的轉向 會變得比較好控制 來到山區之後 它也可以用更刁鑽的方式 來快速的傾倒切入彎中 而且重點是 它所採用的被光陽強調的高剛性車架 和設定得意的懸吊系統搭配起來 它是可以在彎道中 為我們帶來更穩定的反應的 所以操控起來 你會覺得很安心 也稱得上是得心應手 再加上 光陽一直以來都做得很好的煞車手感 還有足夠的煞車力道 這些通通加在一起之後 你就會發現 New VJR的動態特質 就是一台很靈巧很好玩的小鋼炮 這個部分我很喜歡 OK 最後呢 就是它的售價了 這次New VJR的推出 它有兩個版本 一個就是標準版 它的官方建議售價 在2023年1月我們拿到的資料 是82,000元 如果是比較高階的TCS版本 就是有TCS有ABS的版本 它的售價是91,000元 同時它們有提供三款車色 一個就是我們這次介紹說 使用的藍色 配上跳色設計的粉絲來做塗裝 這個比較大膽奔放一點 如果說你想要低調 而且質感好的話 它有另外兩款白色跟黑色 也都是很好看的 可是 撇除到顏色之外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果今天你的經濟狀況 你購車的預算不是那麼解居的話 我會建議你 直接往上去買到TCS的版本 沒有錯 兩者之間有9,000元的價差 聽起來是蠻多的 但是我們今天騎車在路上 我們希望不要用到啦 但是真的遇到緊急狀況的時候 你有TCS你有ABS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多一層的防護 我真的希望大家都不要用到 就算我買車 我也不希望使用到這種配備 但是真的關鍵時刻的時候 這些多出來的安全防護 它不見得能夠幫助你避開危險 但至少多一些機會 保護你的安全保護你的健康 所以我覺得預算夠的話 就直接去買TCS的版本吧 總結來說我覺得 光陽的New VJR 它維持了過去鋼炮系列的特質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了 它加入更多安全面的考量 包括我們剛剛說的TCS 還有在試到之後我覺得很滿意的 會自動幫你開啟的緊急煞車提示功能 這些都可以看得出來 光陽現在它新的車款裡面 過去光陽它就是強調動力很強 或者說評價車款的部分 它強調就是它的價錢 現在它進一步的把操控的部分給提升 把安全性的考量給加進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方向 也讓New VJR變得更有魅力了 這款車如果你想看看的話 可以到全台光陽的經銷據點去詢問 順便探訪一下 近期有沒有新的一些促銷跟分歧專案 如果說大家真的對它很有興趣 你想看更深入更完整的硬測試的話 也歡迎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所帶來的 光陽New VJR的新車測試影片 我是小鎮 遍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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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兒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